黑衣男走進文創圓絕路旁 對空射擊三槍 隨即搭乘計程車逃離現場 過程不到三分鐘 范賢開完槍後 一路往南不逃逸 然後就是有戴耳機 然後聽到類似鞭炮聲音 後來聽他們說才知道是那個 是那個槍聲 又來了 因為上次才一次 民眾聽到巨大聲響 嚇了一跳根本來不及反應 但三個小時後 警方迅速的台南逮捕 開槍范賢 被警方一路帶回台北 范賢面對所有提問 一概不回應 警方打開他的包包 槍支火力驚人 包包裡頭有未及發的16發子彈 還有犯案的改造 蛇蟹衝鋒槍 范賢帶著這批軍火搭高鐵 一路跑回台南 也讓高鐵為安 出現漏洞 詢問 林姓犯賢是坦誠犯案 情之整合成功的迅速在三個小時內 偵破本案 槍手熟門熟路開完槍之後 搭乘計程車從松岩文創 逃到桃園高鐵站 搭乘列車一路南下 警方大動作攔截開槍犯賢 這名38歲林姓槍手來自台南 有多項毒品槍炮前科 只是松岩又傳槍響 這情節似乎相當熟悉 為什麼要開槍 背後有人指示 多少錢的代價 去年11月1號 29歲翁姓嫌犯 假扮便當外送員 進入松岩文創大樓 七樓的富芒建設 開了一槍後 從逃生梯逃逸 警方經過兩個月偵辦 終於逮到開槍嫌犯 時隔兩個半月 又傳槍響 這鬼臨近犯嫌保持沉默不願多說 但這三槍也讓台北治安 再度亮起紅燈 記者台北 撰回報導